故事的女主角住在日本大阪 她的烦恼是断舍离与恋爱相关 情况比较复杂 美智子简称小美 今年30岁 大学毕业后换过几次工作 目前的工作是建筑设计 小美的房间很小 只有10平米左右 而床就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一 房间的另一边放的是收纳架 小美在这里已经住了8年 最近感觉东西越来越多 住得不舒服 非常有压迫感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了架子上 看起来还是挺整洁的 小美两年前开始养猫 为了防止猫咪在狭小的房间内运动不足 小美亲手给猫咪做了猫塔 这样导致小美进出阳台非常不方便 小美家的厨房也很小 但整理的井井有条 小美很喜欢做饭 但空间太小 做饭不是很方便 其实小美住住不舒服 还有其他原因 小美的男友经常会来小美家 两人几乎是半同居的状态 小美的男友是公司职员 经朋友介绍相识 两人三年前开始同居 男友的工作单位在小美家附近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住在了一起 男友放在这里的行李很少 除了换洗的衣服 其他东西都放在了自己家和单位 到小美这里基本上就是吃饭睡觉 休息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在床上 另一个人就只能在地上 交换着下地上厕所 小美和男友都各自租房子 其实一年前 两人曾想过一起租个大房子 但一起租大房子需要依赖男友的钱 而目前小美并没有与男友结婚的打算 如果需要依赖男友的收入搬到大房子 就比较反感有些抵触 在狭小的房间与男友同居 小美幻想着通过断舍离 让自己住得更舒服 山下老师是如何解决的呢 老师首先查看一下房间的状况 小美说家里乱七八糟的 而山下老师说家里并不乱 只是空间很有限 能感受到小美的家是精心不治的 到底怎样才能住着更舒适呢 山下老师有些困惑 再到厨房看看 老师思考后提出 小美并不需要扔东西方式的断舍离 也不是说要把男友断舍离 老师建议小美改变与男友的交往方式 保持这样的空间偶尔来客人也没关系 比如小美也可以去男友家 或者减少男友来小美家的次数 老师的提议是指断舍离中的离 有距离的交往方式 也就是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听到老师的话小美很感动 通常小美跟别人说与男友同居了三年 别人一定会问不搬家吗不结婚吗 听到老师的话小美发自内心的高兴 小美多次被家人和朋友催婚 但自己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这种想法只有山下老师理解 老师告诉小美没有关系 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就可以 小美从迷茫中解脱出来后 山下老师还告诉了小美 让收纳价看起来更漂亮的摆放技巧 要想没有压迫感最上面的三层可以不放东西 如果要放东西只放一件就可以 就会有很大变化 小美决定把所有东西都拿下来 上面三层都清空后 试着拿一个最喜欢的东西放到里面 真的只放一件东西就感觉很好了 空间越多越应该做减法 感觉小美已经掌握了技巧 下面的东西也都拿了出来 再重新摆放 确实是少了很多压迫感 其实上层的空间东西放多了的话 就会不知不觉的让人有压迫感 当东西减少后感觉会截然不同 这就是空间的力量 接下来小美要怎样跟男友说 要改变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呢 男友会不会误会小美 又能否理解小美呢 小美有些不安 一周后节目组又来到小美家 小美还在进行断舍离 收纳价都进行了整理 减少了上层空间的物品 已经没有压迫感了 小美跟男友也进行了沟通 尽管一开始男友没能完全理解小美 但最后小美还是把自己的想法明确地告诉了男友 男友也理解了小美的感受 交谈后两人的关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小美告诉男友自己讨厌散漫邋遢 男友也突然有了改变不邋遢了 两人相互理解互相尊重 进行了认真的沟通 不仅改善了与男友的关系 还有了很大的变化 后来小美与男友在小美公寓附近租了一套两室的房子 两个人决定一起生活 之前的空间用小美的话说是与自己能力相识来形容 小美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空间里呢 明明可以给自己更大的空间不是吗 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或订阅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